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随着半导体工艺的不断缩小,晶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。 台积电今年主打的N3E工艺在制造过程中采用了多项创新技术,确保了电晶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。 这有助于提高晶片的良率和降低生产成本,也为晶片的长期使用提供了更好的保障。 据媒体报道,苹果、高通和联发科等手机SoC制造商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推出的旗舰SoC产品中,全面采用台积电的N3E制成技术。 这也意味着下半年智慧型手机效能的显著飞跃,尤其是苹果的A18处理器,预计更是将超越其M4处理器的效能。 N3E作为台积电第二代三奈米工艺技术,相较于第一代N3B工艺,提供了更高的成本效益和效能。 这种工艺技术能够实现更高的电晶体密度和更快的开关速度,从而在保持低功耗的同时,带来更强的效能。 并据台湾工商时报的报道,台积电推出了更为完善的背面供电网络BSPDN解决方案。 这种技术将供电网络直接转移到电晶体的背面进行重新排布,从而避免了续耗干扰并提升了电源效能。 然而,这种方法需要打磨晶圆背面至接近接触电晶体的程度,并在奈米机孔中均匀徒布同金属等步骤。 此外,在使用过程中,还需要使用载体晶圆来承载制造过程。 目前,全球有三种主要的背面供电网络解决方案。 英特尔的PowerWire,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MAC的Buried Power Rail,以及台积电的Super Power Rail。 相较于其他两家公司,台积电采用更为复杂的设计以提高客户晶片的效能。 据了解,台积电在相同工作低压下采用Super Power Rail的A16节点运算速度要比N2P快,8%至10%。 而在相同运算速度下,功耗降低15%至20%,晶片密度提升高达1.1倍。 眼下为反映价值,台积电也对现阶段先进制程部分进行了调整,成功涨价,并从明年1月开始涨价,特别针对3纳米5纳米AI产品线进行调整。 与此同时,摩根士丹利言报写道,苹果公司或在其即将推出的N5系列晶片中使用台积电的堆叠SOIC-X先进封装技术,N5系列晶片将用于人工智慧伺服器。 苹果可能会在明年下半年实现M5晶片的大批量生产,预计台积电明年将大幅扩大其SOIC产能。 目前,苹果正在其AI伺服器机群中使用MR Ultra晶片,预计今年的使用量可能达到20万左右。 根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,在AMD之后,苹果公司在SOIC封装方案上已经扩大和台积电的合作,预估在2025年使用该技术。 台积电正在积极提高COOS封装产能的同时,也在积极推动下一代SOIC封装方案落地投产。 AMD是台积电SOIC的首发客户,旗下的MI300加速卡就使用了SOIC加COOS封装解决方案,可将不同尺寸、功能、节点的精力进行抑制整合。 目前在位于竹南的第五座封测厂AP6生产。 台积电目前已经整合封装工艺,构建3D Fabric系统。 其中分为三个部分3D堆叠技术的SOIC系列,与先进封装COOS系列,以及INFO系列。 现阶段高阶技术不同点在于,Chip-on-Wafer-on-Substrate,即COOS是一种2.5D的整合生产技术。 由COW和OS组合而来,先将晶片通过Chip-on-Wafer,即COW的封装制成,连接至锡晶元,再把COW晶片与基板Substrate连接,整合成CoOS。 SOIC则于2018年4月公开,是台积电基于CoOS与多晶元堆叠WaW封装技术,开发的新一代创新封装技术。 这标志着台积电已具备直接为客户生产3DIC的能力。 报道称,台积电的CoOS系列产能吃紧,台积电目前除了扩充自家工厂产能之外,也积极和其他封测厂合作提高产能。 而台积电的SOIC线阶段没有遇到太大的瓶颈,处于前段封装,且2022年就已经开始小量投产,而且计划2026年产能扩大20倍以上。 苹果对SOIC封装也非常感兴趣,将采取SOIC搭配Hybrid Molding热素探鉴板复合成型技术,目前正小量试产,预计2025年至2026年量产,计划应用在Mac上。 并据台湾手机晶片行业专业人士透露,台积电计划于明年1月1日起对3奈米和5奈米先进工艺制程的收费标准进行上调。 与其他工艺制程相比,这两种工艺制程的产品价格将上涨5%至10%,非AI产品的价格涨幅将在0%至5%之间。 这一涨价举措,无疑会对晶片市场产生影响,并进一步传递给手机制造商。 目前已经确认,高通的骁龙8 Gen4晶片以及联发科的天机9400等晶片都采用了台积电的300米工艺制造。 因此,台积电的涨价行为将会导致相关终端产品的价格上涨。 据分析师郭明基此前透露,2024年下半年,投入市场的骁龙8 Gen4晶片价格已经上涨了25%至30%,达到了190美元至200美元之间。 然而,值得注意的是,台积电并不是唯一受到影响的企业,苹果和辉达也面临着对其各自产品提价的压力。 业内人士表示,晶圆厂增加的成本主要来源于EUV曝光工具数量的增加,这大幅提高了每片晶圆和每块晶片的成本。 此外,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会6月底核准4件重大投资案,金额总计约105.11亿美元。 其中就包括了台积电以52.6亿美元增资日本子公司JASM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,这也是台积电首度增资雄本二厂申请增资。 同时,台积电还对美国子公司TSMC Arizona Corporation增资50亿美元,每继对美国子公司申请投资资金额达165亿美元。 由此可见,台积电先进的工艺技术对于设备、厂房、电力和人才的要求也较高,所需资金也随之增加。 最终,这些成本将由终端消费者来承担。 在此背景之下,台积电每股7月上旬盘中涨3.64%宝182.1美元,市值超9400亿美元之计。 台股日内涨超2%,股价首次突破1000元新台币,是台积电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笔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用户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